由M所特别为大家呈现的这一场我为你歌唱的音乐会终于圆满的结束了 我们有请曲婉婷 嗨 好了 来到这个结束之后 这个时候的感觉怎么样 因为今天的这场由M所举办的音乐会 来了很多的粉丝 感觉如何现在 感觉意欲未尽的感觉 意欲未尽 对 我特别想很快的再来 然后能办一场 就是时间长一点了 嗯 是是是 而且刚才在台上其实有说到呢 会带着第二张专辑 就是这张新专辑的一个Full-End Concert来到新加坡 其实这张专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呃 四个月的时间 是四个月的制作时间 是 歌呢是从05年到13年的一些作品 是 然后大部分是从09年到13年的作品 然后 我的制作人 Ron Anello 就是 Bruce Springsteen 的制作人 然后所以大家能听到这张专辑的制作的水平 整体上我觉得是比 相比之下上一张专辑是更大气 因为我们也有更大的计划 嗯 嗯 然后 团队就是很很很很很 很experienced 嗯 嗯 所以我非常 proud of this album 是 I pour my heart and soul into the 他把他的心放到专辑里面 所以你们要用心地去听 才可以听到他的这个心意 嗯 很多人会说 创作歌手其实会有灵感来源 有一些人可能 一定要在厕所的时候才可以写歌 有些人一定要吃东西才可以写歌 那你的创作灵感是怎么样的呢 我一定要一个人 你一定要一个人 对一个人在在一个 comfortable place 嗯 就是其实其实就是我家里 我一定要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 然后在自己的那个钢琴或者是吉他前面才能写出的东西 因为刚才有说到张专辑当中累积了很多过去的几年的歌曲 那是什么让你选出了这些歌曲呢 因为一定有很多歌是你没有放进专辑当中的 可是为什么是这些歌被选进来呢 我觉得这些歌就大家听到的第二张专辑里的是我认为很成熟了的歌 就是意思是说我已经revised过了 然后也编曲上面就是arrangement 主歌副歌然后里面的词 反正就是我觉得是很成熟的我才拿出来给大家 然后有很多是我觉得还需要改进的没有到最好 然后所以我就没有拿出来 然后我会把这些歌到成熟的时候 就是我会放到第三张专辑里 都是好歌 就是可能会有些地方我觉得还签 这个词不是我想要那个词 我一定要找个时间把它 最完美的作品的呈现 是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说第一张专辑跟第二张专辑最大的不同 就是第二张专辑比第一张专辑更成熟了 是的 我觉得第二张专辑更成熟更有态度然后更我 因为我真的是跟制作人 基本上是everyday每一天都是在录音棚里面 他不能没有我 我也不能没有他的 这么多creative team一起做出来的专辑 所以相比之下比上一张专辑 我觉得里面融入更多了我在里面 尽管上一张专辑也都是我的作品我的歌 但是在制作方面我觉得这一张是 非常满意的一张专辑 非常满意的一张专辑 是的 那成熟会是你2014年的其中一个目标吗 2014年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望呢 2014我希望我的音乐能传播到更多人的生活当中吧 然后希望我的腰能快快好 然后希望我不要这么的忙 所以我有时间再去经历生活 然后再去谈个恋爱啊什么的 他刚讲经历生活的时候 眼神突然就发光 然后他就讲了下一句 经历恋爱啊什么的 那你现在单身 是的 那个白马王子有什么样特别的要求 他必须要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其实我要求特别的低 只要你长的是我看的 过得去的 过得去吗 你啊 嗯 no comment 喂 很好看啊 我要让他们有一个标准 你要自己心中有一个标准 啊好不好 比他好看 然后比他高 然后比他还有财 然后比 sorry 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我喜欢 因为我的才华 其实真的是 可是但是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就是 我之前dates过的男生 基本上都是very poor 然后very就是没有 没有什么才华 就没有成功 但是很有才 就是没有成功的很有才 然后我特别 我就特别想 be there 就是当他从nobody到somebody的时候 然后我就特别想在那块看到他成功 然后可能一旦他成功了 我反而就拜拜了 当他成为somebody的时候 他就 我挺 不会 他应该不会那么对我 但我可能会觉得 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拯救完毕 然后我就走了 他已经成功了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更配一个 比我要还好的一个女子 然后我就会自己默默走开 你现在把自己当神了 你没有把自己当一个平凡的女子 你也需要爱 是的 你也需要带她来拯救你 嗯哼 好 OK好 那个感情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 其实你对新加坡的粉丝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觉得他们怎么样啊 就是very quiet 但是今天晚上他们颠覆了我对他们之前的印象 是 因为最后一次来的时候 我演唱会我就觉得大家so quiet 然后 quiet到让我觉得我就是不敢大声的唱 然后 所以 我这次其实刚才还挺有点nervous 就是before I hit the stage 嗯 然后发现 哎 就是感觉我们熟了 然后他们就 呃 而且今天晚上我真的想感谢我们的主持人 因为他有hype 有hype这个crowd 谢谢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害羞 嗯嗯 所以今天晚上很好 然后大家都放得很开 是 我也放很开 我在台上又就是说笑啊 就是有严肃的时候 有开心的时候 是是是 有什么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呢 我必须要说有气质的歌手 要配有气质的粉丝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平时那个气质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呢 圈婉婷她其实可以很搞笑 大家想要找她主持一些搞笑的节目的话呢 请来找她 恰询请看以下的网址 嘿嘿嘿嘿 或者是哪位导演想挑战我的喜剧 诶 细胞可以来挑战我一下 可以试试看是不是 嗯哼 所以这个也算是你其中想要挑战的一个点 就是往戏剧的方向去 除了音乐上面 你还想要往戏剧的方向去 不是戏剧 不是戏剧是喜剧 喜剧 对对对 不是那个 喜 不是不是 戏剧就是戏剧的一种啊 就是电视电影的一些东西嘛 对不对 对吧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戏剧 Comedy Comedy 就是你要往戏剧的方面去 所以演戏这块算是你想要去做的 应该需要本色出演 嗯 就是如果是给我的决策是一种 完全跟我的决策是 就是跟我自己是完全是 opposite 我觉得可能可能有点 不知道 就比如说让我变得特别的 心理女生 然后点点的 然后跟你讲 你又不要这样吗 好像打你哦 对不对 有没有组出来这样子 就变得很严肃的那样 然后跟你讲 嗯 像滋味那样的 我可能 我可能就做不出来 大家也看得不太舒服是不是 对 是不是 啊 你们都吐了现在 我知道你们现在干什么 你们现在在那边在 你看 反胃的 刚刚他那一段就是演得多好 他完全可以进入那个状况当中 哇 大家 喜欢的话呢 可以做主持人 又可以演戏 你看多好 对不对 好了2014年也希望呢 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挑战 而最后呢 其实对于这场M所举办的 这场非常独家的一个音乐会 谢谢 有什么话想要对新加坡的粉丝们说的 嗯 我 嗯 因为我不是 啊 经常能有机会来 嗯 然后所以我每一次来的时候 我都是特别的担心 哪 某一位粉丝就是漏掉了我来的机会 嗯 然后所以我 嗯 希望大家能那个 嗯 嗯 不要怪我 有的时候可能我 我 Promote的这个时间段 正好跟你的那个 看的那个时间段 岔开了 是 然后我 我也 希望大家不要 认为这个是 last time 嗯 就是 I will be back 然后希望你们 呃 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见 然后 呃 下次来 我来训演的时候 希望就是你们 你们都能来 嗯 然后呃 就是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 然后我也并不知道 新加坡 有这么多人爱我 然后 来了之后 有那种感受 就是挺那个 mind blowing 就是 就是 冲击力挺强的 就是悲哀的感觉 你知道吗 被爱的感觉 你肯定知道 我肯定知道 而且我刚刚有在给你爱 你有感受到吗 再来一遍 我刚有在给你爱 你有感受到吗 对对我就说你再来一遍 那个爱的感觉 有哦在散发这 现在就有吗 对 哇我感受到了 哈哈哈 好啦 今天再次谢谢许婉宁 谢谢 谢谢 啊我想谢谢新加坡的歌迷们 然后谢谢AMP的用户 呃 这次来很开心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